欢迎大家收看座谈天下 我是Maggie 今天我的VIP是来自香港的 为何呢 在11月17号 将会有一个演唱会在湾区 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就是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今天我请了她的女主角 来和我们聊天 就是刘雅丽 Hello Maggie 你好 大家好 观众好 是的 真的很荣幸 这么开心 你这次来特别有 在美国有两个演唱会 一个在西雅图 一个在湾区 我很期待 Extwetch 里湾区这个 在11月17号 移景丽宴 会和大家见面 你登台了 我知道 你这出舞台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已经是佳之汉文 但可能很多观众 未必知道 你是怎样 进军这个事业的 舞台剧的事业 不如跟我们讲讲好吗 我小时候 17岁的时候 我进入了香港演艺学院 然后我开始了舞台剧的生涯 一不早就进入了香港画剧团 做一个全职的舞台剧演员 在剧团里面 做了两年多左右 刚刚有一个戏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我就在那个团里 熬了两年多 你熬的意思是 当时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角色 适合你 是呀 因为没有什么角色 适合我 因为我表现比较成熟 我有一时 21、22岁入去 老板跟我说 You're always the second best 可能成熟一点的角色 有很多其他 有成熟的女演员在里面 年轻的女人 我有个样子 又没有很年轻的 所以很多角色 都不配合 刚刚做了两年多 刚刚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刚刚就做这个女主角 都是一个 在剧团里面 剧团一年会有六至七个戏上演 即是个剧轨 这个也是一个medium size的戏 它又不是落很多钱 制作费 又不是一个很大的场 一个有四百位观众的场道 十几场设计 很普通的一个剧目 谁知道一做那时 就吸引了很多圈内人看 我们意思是娱乐圈的人 因为那时的年代 九十年代初 娱乐圈和舞台界 其实分得挺开的 他们很少来看舞台剧 还有那个年代的舞台剧 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沉闷 很多台词很闷的 很深奥很难明白的 但我记得第一场 就来了B哥哥 中振图 是的 因为他就有个杂志编辑 带他来看的 是 那我妈妈又聘了那些朋友 黎小田 请健先生 那些来看 每件方都有来看的 那是第二场 那他们看完 他们就很喜欢 他们说歌曲很好听 那他们就串了那些消息出去 那便吸引了很多 其他不同的娱乐圈的人来看 那高志森呢 就有时候大家认识 高志森 他以前小时候都是发烧友来的 就是跟王八荣那些一起 都是玩舞台剧的 还没拍电影之前 那他就说 那么有趣 香港话剧团有个戏 有live band 现场唱歌 那很特别 很特别 那种事来说是 都是比较ahead of他那个时间 是呀 那他也有兴趣来看 那就看完了 那变成我们第一次演出 应该是92年 那开始有很多传言 就说很多人都想拍了 将他做成电影 或者拍 那时候流行拍录影 video 那时候流行录影 没有画DVD 那时候像是8 track是吗 是呀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我们就第二年 第二次演出 那我们就重演 那重演的时候呢 杜其峰就带了梅艳芳 和张曼玉那些来看 我就听到一些 可能他们有兴趣 将这个 舞台剧改编 做电影 嗯 这样就 之后 其实我们那时候想 我们又不是美女 又没有人认识 就算改拍电影 都不关我们的事了 应该找一些大明星拍的了 那怎么知道 他们又 据我所知 某几个导演 或者人士 即是接触过 编剧杜果卫先生 唯一杜果卫比较有兴趣 就是因为高智森就跟他说 他说 我想用回你原班人马 去拍你的电影 哇你那时候不是很开心 听到这个消息 都挺开心的 那变了 杜sir就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觉得 他觉得整个戏的舞台剧的成功 那当然他的剧本 是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他也都觉得 我们这班演员 是贡献了很多 那他觉得应该要 如果有这个 就是这个条件 他觉得很吸引 就可以让我们 整班演员 可以参与这个电影 那所以他就 就把那剧本 卖给高智森 那所以高智森 就把这个电影拍了 那我们那时候的期望 都不是很大的 一个很小型的制作 是 因为高智森 我知道他 找了很多投资者 都没有人看好这件事 没有人肯付钱 那变了就是 高智森自己 要按了一层楼来拍 哇真的啊 是啊 就是很大投资 那时候呢 因为就不够钱 所以他用了 按了一层楼 那时候二百多万的 budget 那时候不算多 他去拍了这个戏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 这个戏 那么文艺 只是名字都文艺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顶楼就叫好 不会叫座的了 可能会叫好的 但是叫座的 机会比较小了 我们只是个愿望 就是希望老板 这么好爱 一层楼来拍 不要亏钱 就是不要搞到 他楼也没了 就是我们这样想的 但是这个变了 是上当年一个奇迹 因为一个二百多万 budget的戏 终于收了二千二百万 哇 真是恭喜你 是 在香港 香港在戏院上演了 正式上演多过半年 是很 没人相信一件事 但是你那个舞台剧 已经做了 百多次了 那时候还没做 那时候就是 香港话剧团的演员 做了几十场 就是几个转 我们第一个转 第一次演出 然后第二年又再做 大概三十场左右 两年加起来 每次做十几场 因为电影变了 变成高烈心 再搞舞台剧 一次过就做七十场 哇 再加起来前面三十场 已经一百场 我们在几年前 大约是一三年 我们在香港再重演多一次 再重演多二十场 就是新光气园 就变成了一百二十场 好厉害 好厉害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去港局 回来我继续访问刘瓦丽 谢谢 欢迎回来座谈天下 我的VIP就是刘瓦丽 刚才讲开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总共百多场 之后 你又继续第二个舞台剧 亦是非常成功的 不如和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多场次 就是礼花皇宫 我们一共做了两个转 礼花皇宫的发生 是因为春天约会衍生出来的 就变成一个好像有一个 半演唱会半舞台剧的形式 就将春天约会里面的地点 即春天约会里面的夜总会 就叫做礼花皇宫 所以那个戏名叫做礼花皇宫 那里面又将不同的角色 再将它放在夜总会里 衍生了一个半演唱会 半舞台剧 那时候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那个年代 我刚刚出道了 我想十年都不知道有没有 就有机会可以和菲姐 叶丽怡 陈杰玲 叶震堂 夏绍昌 雷安 即是我的偶像 全部都是尖宿 杜丽莎 我可以和他们同台 那时候很开心 而且我们那时候的形式 就是一个星期会有一个嘉宾 我还记得我们做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是01年做的那个舞台剧 就变成了第一个星期的嘉宾是罗文 哇 是的 跟着有凌波姐姐 又有许冠英 很多不同类型的熊星 都有来做过我们的嘉宾 一个星期有一个 嗯 那就第一个转 本来要做60场 那end up都太好迈了 那变成了要加到 本来不肯做日夜长 因为阿肥姐 厌累 那就变成了 硬硬 真的卖到一张票都没有 那变成了要加到69场 那都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这帮人一起度过 那对我来说 我当然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和那些殿堂级 一起做戏唱歌 全部都是我校长 那肥姐也对我很好 是的 是的 真的做很多东西 在后台也认识 是的 那这时也是我半个师傅 半个朋友 真的教了我很多东西 陈杰玲 那变成了那段关系 那段日子是很 因为我们有 刚刚大字一起过 因为舞台剧是横跨聖诞 新年龙力年 那变成了 几个字一起 那两个月内度过 所以我们整班都玩得很开心 嗯 那现在呢 你来说呢 舞台剧的难度 是应该高于拍戏 会不会呢 其实我想是 大家不同的演员 适合做些什么 有很多拍开戏的演员 就会觉得 你的舞台剧不能NG 是的 那天天做 做几十场很悶 他们会觉得 舞台剧的难度高一点 但是我们做开舞台剧 我们相反来说 我们可能觉得 会拍戏难一点 因为拍戏 大家会知道 有样东西跟舞台剧很不同 就是不是连贯性 就是或者 我今天 一见我对手 他做我男朋友的 那我今天就要跟他接问了 哈哈哈 拍那一场戏 就可能是中间的了 那可能我对他 也完全不认识的 那就要拍接问戏的了 那要疯疯的 很夹戒的 第一次见的 就是 对我来说 最难的 就是他不是一个 连贯性的 就是明天拍摄 就是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拍戏 不会是连续下 就是不会 今天拍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 明天拍第四 第五 是今天可能就拍大结局的了 然后明天才拍第一 二场 那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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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拍摄制度 是不流行有排气的 就是可能到现场 就即来 那变成了 你今天拍下的东西 就真的出街了 那就要很准确的了 第一天开工的东西 就要非常准确的 角色很准确的 定位很准确的 很多东西要执生 那变成了 可能来到地位 来到拍摄现场 才可能 劇本还在改 那里加一些 那里减一些 那里减一些 那变成了 很多东西要即时适应 那变成了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都挺难的 那还有 因为有时拍摄 大家都知道 是不够的 而且也没有了 在当时的观众那种反应 是吧 舞台剧呢 你会听到别人笑 或者听到别人的感受 还有你那种感觉 你那个感情 是会好像 落足了些 怎样说 我想演员 多数都会是 享受舞台演出多个拍摄的 那我常常都说 拍摄是导演的工作来的 导演的主导性是比演员大 导演的 导演的镜头怎么摆 之后的后期工作 怎么剪 这条片 都主导了 整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那我就常觉得 演员在拍摄里面 都是一个辅助工具 来帮导演去讲故事 那在舞台上 就是相反来说 演员主导 那还有很多明星 我也合作过 例如梁家辉那些 他来做舞台 你见到他是 他得到的满足感 在他电影里面 是没有的 是 他变成你和他一起 借幕 他很享受那种借幕 是 他很享受那种掌声 他不肯走 他借幕 我常常拔他的衣服 够钟了 走 借完了 我们的幕 那你就见到 他拍摄演影的演员来说 来到舞台 他很享受 是 那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我回来想问一问 阿雅丽的感情生活 OK 好了 回来再谈谈一下 刚才听阿雅丽聊天 很开心 你说你那种 在舞台和拍戏那种经历 真的令到我们很 知道原来做一个演员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说了你的事业 那不如说一说你的感情生活 好 没话说的 空白 我都看过 有些关于你的报道 是 你都很不介意 不告诉我听 你曾经有一段 都挺感人的感情生活 没什么感人 真的太闷了 对于现在这样 你都和你的前度男朋友 分手了多久 十年 差不多十年 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会不会想有结婚 或者想找个盘 还是你现在觉得 你自己一个因 去做演唱会 继续你的歌唱事业 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我个人很有趣 很随缘 我整个人生都是随缘 我没有很多东西 说我很想要 当然我很喜欢唱歌 我喜欢唱歌 但其实我工作机会 我都很随缘 我没有很刻意地 很努力去争取任何东西 比较passive的人 性格问题 性格始然 在感情上 我亦都是采取这个态度 我又不是说 我现在心如之水 不拍拖了 但我相信这是缘分 可遇不可求 很多人都经常叫我 你来到三藩市都很有趣 朋友说 我带你继续 你这些鬼佬很喜欢你 这类型的女孩 我说我没有兴趣继续 我平时过了 好的 那我又觉得 我没有什么心情 说要硬去找机会 我亦都不抗拒机会的来临 就是如果我遇到一个很喜欢的 因为我人比较 怎么说 金牛座 固执 就是你爱情方面 我一定要选一个很喜欢的 我不喜欢的话 我不会要的 我不会结婚的 我会是这样的人 所以就可遇不可求 你爹地妈妈 有没有吹吓你 找回个盼 他们都很开放 他们都很有我 虽然我年纪肯入不上 大家知道我出道都二十多年 不说多少岁 但我父母都觉得我瘦女 很疼你的 疼的 当然疼的 他们都没有什么 怎么给我压力 又不会说压力要你生孩子 要你什么 当然他们很想的 但没有也没办法 变成我妈 变成母孙给她抱 就变成玩狗 把那些爱意 移到狗 到当狗是宝宝那么臭 我也是很随缘 我这个年纪 已经又不觉得很寂寞 我又有个性格比较窄 很喜欢躲在家 对着电脑的人 就变成我 又有没有没有 要找到一个头缘的人 其实是很难的 我相信一定有这个缘分 我希望是 很快你的演唱会 便会来到三藩市 再说一次就是11月17日 在宝宝里面 当晚你又想着 有什么节目给我们 其实我刚才到了两天 我又刚刚去过一个派对 我看到三藩四朋友 很喜欢唱歌 很喜欢跳舞 很享受 但我想有样东西都很像我 就是我们都是唱旧歌 因为我都不认识 我常常跟别人说 你不要叫我唱2000年年后的歌 我没有一首会认识 即是怀旧金曲那边 是的 怀旧金曲 其实有点好玩的就是 一些歌可以耳熟能长 就变成大家可以一起唱一起玩 大家都有共鸣 当然我自己的歌曲也一定要唱 我妈妈又会帮我客串一两只 和我合唱 是的 我在这里 我其实来过三藩市很多次 我想七八次一定有 但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三藩市演出 我想有几年了 我想五六年都有了 所以这次很开心 张伟姐又会做我的嘉宾 我真的很希望那晚可以当一个派对 大家会享受 又唱歌又跳舞 玩一晚 和三藩市朋友 我也很荣幸 因为当晚 是的 你帮我手做MC 是的 我是很期待 因为你这首歌 我们真的听了很多很多次 但是看你真的演练的时候 当在场地 在气氛 看你真人表演 这些机会 不是很多时候都有 所以天下卫视的观众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谢谢 是的 我也是第一次可以和Maggie合作 通胎 是的 那你妈妈也是我妈妈的好朋友 是的 我们是第二代 是的 你当然比较聪明 当然比较聪明 因为他说广东话不正 哈哈哈 是的 但是我知道 当晚我们的节目很丰富 是 尤其是 你也有一个很新的形象给我们看 就是这方面 我看过你聊天 大家都知道 你会有些突破给我们 我又不会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突破 当然每一次演出都是尽量 将自己扮到最美 让观众看 是吧 好 那希望可以 大家 我很期待 可以和三番市的朋友 玩一晚 是的 是的 好了 好多谢你 Thank you Alice 刘雅丽 和我的聊天 Thank you 多谢Maggie 下个礼拜见